Hello大家好 今天呢我又来给大家讲粘购进阶上的一些事情了 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讲关于REST 先前的视频呢咱们讲过了关于它首先最基本的一个组件的序列化 以及关于REST和Response的这一个方法的写法 然后呢咱们又讲了基于类下面的一个试图方法 这一刻呢咱们来讲一个验证和权限 这块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你想你写了一些API以后 你得区分谁能够访问谁不能够访问 又谁能够修改谁呢只有只读权限 这一刻呢咱们来就讲一下这个REST中 这个关于权限和验证的这个问题 首先呢咱们来去写一下 为咱们先前咱们因为先前见过这个book的一个模型 咱们呢为它去增加一个字段 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拥有者这个字段 它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非常简单 然后呢咱们先先删一下先前的这个数据库 然后呢咱们重新去创建一下这个数据库 因为你知道现在咱们这个占购的版本 是不支持那个数据库的动态去修改的 所以说咱们去修改一下 好咱们把这个表都去删掉 然后呢咱们创建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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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咱们来创建一下这些表 好已经创建完毕了 好了然后呢咱们需要增加一个就是说为咱们的这个新增 这个owner去增加一个序列化器咱们在这个先前写好的这里面去增加一个 就叫做user serial laser serial laser 它呢是继承咱们这个 这里面咱们要做些什么呢 嗯 首先 嗯 咱们是要去获得这本书 这个是肯定的 咱们这里呢需要用这个primary key related 嗯 failed 这个 大家看见这个呢有可能就会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咱们在先前讲外见和多对多的时候呢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类似于这种写法 就是去关联通过这本书呢咱们反向的呢去获取这个它的owner 然后咱们下面就写一个非常简单的mata 嗯 比如说这个module是关于咱们这个user的 然后 然后fields id user name book 对吧 然后呢咱们引入一下 引入一下这个 user 咱们呢现在创建一下这个user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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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那个什么many many tomany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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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ed 然后咱们对的是这个user 嗯 嗯 然后 这本这样就可以了吧 好咱们回来看一下这个序列器 嗯 然后呢咱们去应该为这个 咱们这个新增的user呢去写一下尸图函数 嗯 咱们先不管这些 嗯 咱们去写一下 嗯 关于咱们这个user的这个师图 嗯 首先咱们先引用一下它 从这里面 引用咱们这个user seriallaser seriallaser 然后呢咱们写一下关于user的list user list 那咱们同样去继承一下这个generic 它下面是个list create api 嗯 然后呢咱们同样query set 就等于user user objects.o 嗯 然后呢 seriallaser class 等于咱们这个user user user seriallaser 嗯 同样的咱们写一下user的detail 它呢 generic s.retail 嗯 同样query set user user optics.o 这两个呢是和咱们先前写过的那个booklist和bookdetail是一样的 一个写法 嗯 是 然后呢咱们现在来修改一下关于这个url的修改 咱们就在下面urlpatterns 的路件 vills的user list user list list 他下面的这个asv 然后呢 咱们需要添加 users的这个反对入境 反对入境 咱们的这块呢做一个明运组 嗯 明运组对的是它的那个主件id 主件id都是0到就是数字嘛 0到9的一个数字 嗯 然后呢 咱们后面的一样 vills.user user detail 当然上面呢咱们需要把它也用进来 嗯 from modules 啊不对 from wheels import 性 啊 这里面咱们就不用写vills的 这样呢咱们就把它的路径 嗯 url路径也给写好了 这样呢咱们就把它的url路径也给匹配好了 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 咱们呢如果现在就通过这个api去创建这个book 咱们现在book和这个它的运用者owner呢还没有关联起来 所以说咱们那个创建者的信息是以这个request的方式去获取的 而不是以咱们写好的这个序列化的这个东西去获取到的 所以说呢咱们再去写一个序列化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去呢嗯 让这个owner和咱们的这个 嗯 user去关联起来 所以说咱们要写一个单独在下面嗯写一个方法 当然这样一个方法呢是要在咱们这个booklist的下面去写的 嗯 咱们定义一个方法 嗯 比如说就叫嗯 sig pre-sig request 然后呢咱们要做的就是说 嗯 咱们接收的是一个对象 这里面不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object object 然后咱们对这个object进行一个操作 它下面嗯 有一个owner 然后咱们它呢是等于咱们这个这个类型 最基本的这个request它里面这个user 嗯 这样呢咱们就把咱们这里面的owner 附成了这个请求中request中这个user的值 这样呢咱们就把它俩呢关联起来了 嗯 同样呢咱们在这个这个book series里面呢 咱们也添加一行mata在上面 咱们一提 添一个owner owner owner 嗯 咱们再添加一行应该在这里应该添加一行 应该添加一行 关于owner的这个 这个 就是 嗯 serializers this.field 嗯 咱们需要对用它的这个owner 点 user 把它收拾进来 把它收拾进来 这样呢咱们到目前没准呢咱们这个book和user 这已经关联了 只有授权的这个用户呢才能进行创建删除更新这样的一个操作 咱们呢 rest framework 如果可被咱们提供了一个permission的一个类 咱们使用它其中的有一个 嗯 一个 一个类吧 一个方法 咱们呢可以就是让除了咱们授权用户以外 只有这个指图权限 然后就是保证了这个访问权限的问题 嗯 首先呢 咱们去 嗯 module 咱们去view 还是这个booklist的下面 咱们呢 需要去重写一些东西 咱们先首先引用一下 引用一下rest framework 嗯 里面有一个叫做permission permission 有这样一个类 咱们呢 嗯 在这里面写一下吧 嗯 嗯 就在这些 permission permission class class classes 等于什么呢 等于咱们这个permission的这个类 per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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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儿 嗯 有一个叫做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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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entic is is authentic 这个名不太好记 哦 readonly 好像是 嗯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名字 对 咱们呢 添加了这行以后 就保证这个创建者的里面 只有咱们 这个owner可以访问 其他的人呢 就只有这个readonly 这样的一个权限 嗯 同样的咱们在这个bookdetail下面也可以添加这样也好 这样呢 就保证了咱们这个这两个创建还有更新这两个方法呢 就是说这两个类都只有指图权限除了咱们这个拥有者以外 嗯 然后呢咱们去因为这个更新创建咱们都没有去写方法嘛 所以说咱们可以去创建一个new 叫做permissions.py 咱们在这个里面去写一些操作方法 首先咱们需要引用 需要去引用一下这个permissions permissions permissions 这个类 然后呢咱们建一个类就叫这个is owner readonly readonly 这样一个类 它呢当然是继承咱们这个permissions permissions 它下面有个基础 bestpermissions 好咱们现在在下面写一些方法 比如说haveobject object permissions 咱们判断一下 接受这样的试图 它的对象 咱们来判断一下它呢是否有这个权限 首先咱们判断咱们获得一下request这个方法是什么 如果呢是在咱们这个permissions下面这个安全的 就是有个叫做save method 如果是安全的呢咱们就返回处 否则呢咱们就返回这个对象的这个owner 这个安全里面呢就是说只有get咱们只有这个制度权限 对吧 然后呢咱们可以在这个booklist 没有这个detail里面咱们加上这样 这个isownerowner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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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咱们在上面需要把它引用进来 from myless permissions import 行吧这个名字太差了 这样呢咱们在访问这个bookdetail的时候呢咱们就会去 他就会去判断你是否是这个使用者 如果是使用者咱们就会到这里来 咱们就会返回一个get 就是说返回一个处嘛 就是说你只有这个get权限其他的权限都没有 否则呢咱们就会去返回他的这个使用者 咱们呢在对他的这个使用者陆续呢去做一些操作 好了咱们回顾一下今天讲的咱们今天呢讲了很多东西 首先呢咱们为咱们的book 添加了一个owner出去 他呢就是一个用者 然后咱们对他呢去写了一个同样 去写了一个user的一个序列化 然后呢咱们去写了同样去写了一个userlist和userdetail 这两个方法 咱们就用了这个通识图的方法 这样比较简单 咱们去验证了他的权限 写了一个关于权限的一个类 去判断你的请求是get 还是put还是post 这样的一些方法 通过不同的方法呢 咱们采用不同的这个owner 咱这个will去应对他 这样保证了这个权限 访问权限的问题 好了今天呢咱们讲了就是说 关于验证和权限的问题 下一节课呢咱们来去讲一下 关于这个超连接的问题 咱们将这个rest中的api呢 所有的api去关联起来 这样呢方便去操作以及管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